Hello,大家好,我是LYE,是高川哥老师的徒弟 那今天继续来分享围棋之旅的故事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 是在我学围棋初期受到极大鼓舞的几件事情 那都和高川哥老师有关 然后之前有提到过说我起蒙班的时候 就认识到高川哥老师了 做这一集视频的时候呢 又回去翻了一些当时的记录 就发现更准确一点来说是 启蒙班第三周的时候就开始看到川哥老师的视频 那那个时候我的围棋知识储备量是什么等级呢 就是才学到基本死活形 直三弯三方块四那一节课 那我看他的第一个视频是什么内容呢 我印象非常深刻是他有个定时系列 我看的就是 因为小肥挂脚被一肩低加之后进三三那一个变化 那他是有分五六个等级 每个等级就难度会更加高一点 然后我记得很清楚 他在每一个等级开头都会很认真的跟大家说 如果还没有掌握上一个等级的内容 请大家先去掌握上一个等级的内容 然后再进行接下来的学习 大概是这样子意思 但是那个时候呢 我就完全无视掉了这个建议 我一口气全部看完了 才学围棋三周 我就把等级一到等级五还是六 就全部看完了 而且看得很开心 就听起来好像有点傻乐 但其实不是的 虽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学定试 也不知道这个电视每一手期为什么是这么摆的 但是我可以看懂一件事情啊 叫做痴子嘛 我记得很清楚 在差不多等级四还是五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梦幻的 接不归的场景 那这个对于初学者来说是特别有吸引力的 别的我没有看懂 但是痴子可以把对方一大块起吃掉 这个我能看懂啊 这个我就看得很开心 然后呢也是这个接不归 让我18K的心灵遭到了非常强烈的冲击 并且被他这个视频深深的吸引到 然后一口气看完了 看了很多 这截图就是我当时应该一边看一边在我们启蒙班的群内 实时播报我的学习进度 看时间的话大概是从下午六点到晚上九点 三个小时啊 我学围棋才三个礼拜 就看了三个小时 完全不属于我这个等级该学的内容 而且看得非常开心 当时呢有这样一个感觉 虽然我没有看懂 但是好像又看懂了 很奇妙 然后我也觉得他讲得很好 很厉害这样的感觉 然后我们进入正题啊 我想说第一件事就 高川哥老师刚来我们群内的时候 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那个时候大概是在启蒙班倒数第一二次课的时候左右 然后他进群说了这样子一句话 觉得现在来看还非常经典 他说本群是美貌跟智慧著名的 大家要把智慧提升到跟美貌一样的高度 然后说完这句话 整个群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因为我们班那时候大家学围棋的热情 本身就已经非常高了 然后听到这句话之后呢 整个群就炸了 大家觉得这说的也太有道理了吧 我已经这么美貌了 我现在就应该要好好学围棋 把我智慧提升上来 跟美貌是相匹配的 这样子 然后呢 大家就在一种非常非常愉悦的氛围里 加倍努力地开始学围棋了 这是第一件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然后第二件就是在启蒙班结束的时候 那结束之后我们跟二班三班会有一个友谊赛 那因为我们一班结束的时候 另外两个班他还没有结束 还在继续上课 所以他为了鼓励我们要继续下棋 继续保持对围棋的热情 发布了这样一条公告 他说我们群内第一个 在正式分线比赛击败呆病老师的 颁发一千块钱奖学金 然后这条消息发出来之后 这群就又炸了 大家纷纷表示 我要跃跃欲试 我要参与 我要尝试一下击败呆病老师 那那个时候呆病老师 就是我们启蒙班创办人 他那个时候是野狐两K 虽然还没有到段位 但是在刚学起的人眼里 野狐两K已经是跟神一样的存在 非常非常厉害 很难打败的那种程度了 但是当时没有人会觉得 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还是什么之类的 大家都像这一位优秀同学说的一样 他说即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也想试试 就是这种啊 虽然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 但是我不介意 我可以慢慢努力 那总有一天我是可以 击败这么一两个目标的这种感觉 大家又一次受到了极大的鼓励啊 然后呢 就在大家一次次的挑战当中啊 也收获到了非常多 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意义非常重大 然后就是第三件事情啊 第三件事就启蒙班捷克的时候 也就是这一集的标题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对我真的非常非常震撼 非常有冲击力 也非常有吸引力啊 他说 捷克前大家一起说 感谢老师 明年此时会击败您 那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感觉像是心脏被击中了 浑身充满了热血和勇气和中二 对 然后我就说我要打败肖尔老师 打败呆病老师 再打败高川阁老师 当时觉得没有什么 现在看看好像 怎么这么嚣张啊 对 但是当时就就是在那个语境下 就浑身充满了力量的感觉 只要我努力下去 不管是明年此时也好 还是明年的明年此时也好 还是明年的明年的明年此时也好 都没有关系 只要我努力下去 总有一年 可以赢这么一些老师的 对吧 然后就这个在群里说这些话 就被他截图了 发出来说 说我上贼船了 然后说给我两年 那这个对我来说 当时特别有吸引力啊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描述这个感觉 就是我让人知道 给我两年我也不可能赢他嘛 但是就是他给我一种想象 就是真的真的让我开始想象 我以后可以赢老师的场景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他并不是很直白的跟我说 啊你要加油啊 一定要学下去啊 千万不要放弃啊 什么什么的 而是直接以一个非常幸运我的姿态 跟我说给你两年 那就好像在说 我知道你一定会学下去的 我也知道两年之后 你会变成一个下棋很厉害的人 这种感觉啊 那这种幸运感 真的非常非常吸引我 然后这几件事情呢 就对于我学期的坚定和坚持 是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 我觉得 对啊 现在就马上就快到两年了嘛 那我也知道两年不可能会赢他的 不过关于这个两年啊 就是两年也好 还有来年此时会击败您也好 这个呢 我当时就已经给出了我的解读 就是我当时呢 就有发一条微博说 虽然给我两年也打不过老师啊 但是这句话正确的理解是 接下来两年都要努力学习围棋了 两年之后还有很多两年 我要一直努力的奔跑下去 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 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学围棋的过程当中 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呢 好 那今天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阿娃伊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 拜拜 OK